视线转回本地来关注新山巴士巴士事件的后续 新柔长堤今早交通顺畅 同平时的周末车流量相比 从本地前往新山的车辆明显减少 多数人相信这同昨天发生的巴士事件有关 而随着新马两国昨天起调高通关费 一些经常往返两地的马来西亚人 希望通过共乘汽车的方式来节省车费 来看记者李嘉宜的报道 今天是开斋节过后的首个周末 不少国人举家前往新山拜访亲友 但据记者观察 从早上八点直到中午 长堤朝往新山方向的车辆稀少 大约只需花十分钟就能通关 多数民众认为这同昨天发生的巴士事件有关 可能第一个weekend大家想说 play safe了 暂时先不要轻举妄动这样子 看看局势怎么样 可能下一个星期又会有车辆 再进来了 柔佛新山自八月一号起开始调高出入境过路费 所有汽车 罗里 德市 以及巴士的车费上涨幅度约五倍 我国也从昨天起把外国汽车入境费 从二十元上调到三十五元 不过周末却不收费 一些经常来往新马的国人认为 长期来看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可能会减少到新山的次数 至于周一到周五开车到本地工作的马来西亚人 调涨后每月缴付的通关费 加汽油费达一千新元以上 涨幅近六成 半年前开始同三位朋友共乘汽车到新加坡工作的新仪表示 为了降低开销 以上网召集更多人和他共乘汽车 另外民主行动党今天在柔佛州召开记者会 要求马国政府解释征收出入境过路费原因 并促请马新政府进行协商 避免影响两国人民的利益 柔佛州罗里公会则计划下星期二 在新柔长堤展开罢市 以抗议通关费的调涨 中文人务力距离